大家好我是旭哥 渥可汗 那這個是聖域之龍 那聖域之龍我現在要把它神化 要神化的方式就是 就要先去破那個 訓練冒險的暗之秘境 而且要把那個獎勵關卡給破了 我那時候不知道我就想說 欸奇怪 把這三關都破了為什麼沒有 原來是獎勵關卡沒有打的 所以其實他沒有寫的很詳細 他就是 就是我搞不清楚 就是看網路上的那些公約 他只說要破暗之秘境 所以我就是搞不清楚 原來是要把獎勵關卡破 突破這個暗之秘境的獎勵關卡 就可以神化他 那我現在來領取這個獎勵 確認 他就可以開始神化了 神化一下 他現在就神化了 好像沒有什麼Fu 他沒有跳那個動畫 他沒有跳那個動畫 看一下神化之後什麼差距 神化之後 能力值好像比較高 他的加值好像是一樣的 進化和神化 都是三千九四千八這樣 沒什麼變 數值是能力都比較高 數值能力比較高 好像多了一個飛行這樣 原本是反重力護盾 那個其實還好 多了飛行還有反傷IP化 他變貫通耶 貫通就變得比較好用 還多了一個大爆炸 這個不錯 讓他早點計畫他 他不錯用 好那去打個關卡好了 先打去捏冒槍 是偷轉的 屬性 就用這個好了 露西法 他能講成潘朵拉 他長得很像那個 那個 龍族拼圖的某個角色 我一直覺得這個遊戲的角色和龍族拼圖的角色很像 就是有些畫風實在是非常像 想說是不是 有那個找他們的繪師來畫 這樣就是那個 做畫的時候 有些風格真的畫得很像 哇 滿滿的地雷 我去掃雷一下好了 給掃嗎 攻擊力提高 哇真好用 阿里巴巴 昨天就是影片有介紹阿里巴巴 今天你看 阿里巴巴果然派上用場了 不錯不錯 快樂的青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免費轉蛋抽到 只有我今天抽了一抽抽到了四星 所以 果然五星不是那麼好抽的 所以免費角抽到五星真的算不錯了 不管是哪一隻都可以加減用一下 都有他的實用性 哇 又一堆地雷阿里巴巴 等下派你上場 他是貫穿的 阿糟糕 沒有碰到 他會飛耶 我都忘了 所以 不錯 生育之龍就是他會飛之後 他就不會去踩到地雷了 果然有用阿 好 幹得好生育之龍 你也有點屁用阿 阿不 他前期就是 各種就是去撞傷害壁阿 然後 因為他速度蠻快的 然後撞傷害壁 然後撞那個什麼 地雷阿什麼的 各種自殺 常常就是輸在他 因為他是運角嘛 你又不能把他換掉 因為我只有這隻運角阿 這隻急運而已 這把換掉不知道用誰阿 所以就只要用他 然後他就各種自殺 去撞傷害壁這樣 很容易阿 他速度又太快了 現在換成這樣其實不錯 就是可以飛 可以就是 那個 反傷害壁這樣 至少不會自殺 哇 久了 這隻沒有耶 然後就 這隻有 這隻飛行 阿里巴巴來掃雷一下 掃雷順便清BOSS 哇 你看 血液力都沒有耗阿 這是阿里巴巴還有聖域這種功能 一個會飛一個會掃雷 爽過 剛好遇到這一關吧 這一關可能剛好是那個 真的有需要地雷的 滿滿的那個塔絲 那聖域這種神話之後 真的不錯用 進步很多 從裡面一個自殺角變成一個 神carry的感覺 不錯不錯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錄到這邊 看一下 不錯不錯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我會繼續做這個方面的 然後可能之後會抽一些轉蛋這樣 之後可能先把普通轉蛋抽一抽吧 好那我們下次